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诚实地产仔 国湖海外的频道 先跟大家讲个故事 十六世纪的时候,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 因为希望另取新王后 而与当时的天主教教庭反目 最终导致英格兰成为一个基督新教的国家 问题来了 大家知不知道亨利八世住哪一区呢? 没错,今次我介绍的项目 Granich Court 就是位于伦敦西面 泰晤斯豪上面的Sunbury-on-Tame 而亨利八世的皇宫Hampton Court Palace 就是位于这里 真正是皇帝都住这区 Sunbury位于伦敦附近的Suri 从项目步行5分钟就可以去到铁路站 搭Southwestern Railway 前往伦敦的Waterloo Station 只需要49分钟而已 还要不用转车就直达市中心 所以住这区在伦敦市中心上班 是可行的方法 EF区的生活背套都一应俱全 从这个项目出发 5分钟步城就可以去到大型超市 Texco Extra 10分钟就可以去到Costco Wholesale 所以这区自给自足完全没问题 Sunbury居住环境优美 能够比美附近的Kingston-Richmond 它的特点就是绿化环境相当多 喜欢大自然的 鄰近就有帆船会、篮球会 两间马述学院 四个哥尔夫友墙 还有十几个大型公园 当地居住人口都是以百人为主 而治安方面 每个月有平均200宗还有罪案 不算特别好 但绝对都不是差 中规中矩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几套Netflix的电视剧呢? 不说不知 原来拍摄的片场 就是在Sunbury的Sheperton Studios 而Netflix还已经落实会 擴張片场 以作未来发展之用 所以这区的经济发展潜力 亦都非常优手 至于校网方面 附近就有五间小学 是位于Catchman Area 而其中四间 都是被OffStep 评级为Good的级别 而中学方面 当中的Saint Paul's Catholic College 还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 能够涵接到英国头三大的大学 而附近的Kingston University 就麻烦了 有些什么人在读书? 不就是陈奕迅 还拿到荣誉博士 这次介绍的Crown Edge Court 总共有59个单位 连着地下层有四层楼高 而我最推介的单位 就是位于三楼顶层 56号Unit 731尺 两房单位 售价是37万磅 Facehold 250年 地租每年计算是400磅 管理费每年计算是1500磅 单位的座向是正南 而且发展宣众 包含了十年的结构性保养 屋苑有自设停车场 每个停车位是15000磅 单位内部附设轻装修 而我最欣赏的地方 就是有underfloor heating 真是在冬天的时候 外面下着大雪 回到家都暖暖暖暖暖 单位是连租药出售 现在租价是1250磅 所以 这个单位绝对适合先投资 后置住的朋友 现楼出售 即买即收租 回报高达四厘 而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Sunbury过往12个月的楼价升幅 已经升了9.2% 跑赢伦敦周边附近 绝大部份地方 项目还有其他一房和两房的单位 有兴趣的朋友 立即联络我诚实地产仔 今次Kranich Court 诚意推介给大家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 记得CLSS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